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由三星資產運用香港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要財財經台主辦的網上投資講座 我是林思彤 今天請來的嘉賓有我們三星資產運用香港有限公司 ETF業務銷售總管蕭曉婷小姐Joanne 還有我們要財政權研究部總監一直叫輝先生 Stanley 兩位你好 大家好 先問一下Stanley 事不宜遲 先和你談談市場 就好 6月開局見到港股都有個好開始 之前三個假日日升成九百多點上來 今天都不算差 再升九十多點 今早其實你已經有預感 下午可能市場可能靠騰訊升百多點上來 又真的被你捉到條路 不要這樣說 我怕被人理過我有什麼內幕消息 不是 有片上了Facebook 大家可以重溫 可以看 既然這麼準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後市 你怎麼看 後市 我覺得現在的市其實是幾拉句 但我先澄清一下 話說今早上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 是覺得市貨好像有些古怪 還有騰訊的股價 因為你看隔晚的時間 外面的科技股做得很好 而騰訊在今早上真的完全沒有表現 所以就預計下午可能會有些好些走勢 所以才覺得下午的機會可能市場會比較好些 但是再說回你說的痕跡 雖然今天沒錯 你說好像又打了一些上來 就是叫做現在三萬一千多這些位置 但是來來去去 大家見到的了 現今的上面也都見得到的 其實現在來來去去 就在三萬三千多這個位置 叫做拉隔 就是現在 只不過是剛剛好 在三萬一千多樓上這個位置 你說是不是已經是轉得比較好呢 我覺得 未至於是 除非 除非你如果以一個 我們說突破來說 除非你真的破了三萬一千多這個位置 那又可能真的大市才有機會 可能再上一步 可能再試一些高位 但是今個月 六月份 有很多變數 其實是會發生的 五月份 大家都知道 有些什麼變數 那時候又說 這個叫做 就是中美米線這些消息 都令到過大市的震盪 但是轉過頭 你說這個因素 現在解決了沒有 現在變成不單是中國的問題 現在是全球的問題 你想想 這個星期五 特朗普 G7的峰會 他應該會面對著 其他 就是G6那些國家的純箱接見 就是派架 另外 就說的是 可能你說 中 A匯入圓魔紙之後 那個比例 這幾天是頂一點的 但是如果假市 可能他做得 比較在 維持著這個星星的時間 可能對於 港股的行程 才會有些幫助 但是到下個星期 又比較扭革一些 就是有特金會 然後又說 聯儲陸議息 然後另外 就有 體育杯 體育杯可能不知道 成交量會有些影響 但是都要留意一下 所以變成有個大事 現在有很多變數 還會發生 所以初步看 你說有沒有機會 突破 就是300千萬這個位置 我自己有些暴留 還有沒有的 那我試 突然說回來 就是說 未會易足 你不穿300千萬的 又回到35000後 又玩過 所以我呢 都是等它 回一回 才真的想想 動不動手 不過你都說 現在應該先看這些 這兩個 如果你說個別 就是市況本身 我覺得是靜觀旗變好一點 因為有因素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捉不到 就是問心講 就是說 我當特朗普 是 我真的不喜歡 沒有人捉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呢 又差一點點 是 按道理呢 特朗普為了一個中期選舉 即11月那個選舉的話 美股不會差的 你希望就是美股不差之下 廣告你下半年 都會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就是看能不能 如果中線一點來看 其實6月份呢 除了是月結 有貴件因素 還有半年結 一向半年結 大陸的銀根又會收緊 會不會擔心呢 即6月的下半旬 會不會在銀根偏緊之下 會影響恆指的表現 有 我想這個機會 五十五十 為什麼呢 沒錯 按過去的傳統上來計 6月份一定是銀根緊的 還有你見到現在 現在都有個情況 就是很多些企業 借錢都有問題 借不到 所以也都 因為這樣而衍生 一樣的就是 我們方面現在傳 就是有機會趕準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消息的時間 反而轉換 A股不會差 其實你這一陣 A股 不要說A股 你見到今天來講 有很多 例如有些內房股 升得好的原因 第一就是一些數據好 第二就是炒趕準 所以變成你 如果你第一次突然之間 我們真的有鋼準傳出來 有這些消息公布出來的時間 就是銀根又會比較上 又鬆一點 到時不要說A股 我想你港股 都會受益得到 但現在你純粹在靠股的情況之下 會比較難觸摸一些 好 我們又說國企指數 先問你 Joyne 跟Stanley說 今早Mike後 都跟你繼續談過試的時候 你都說可能 接下來騰訊有一升 但是中資金融股 反而 即是會限制著市 或者內人股可能會限制著市 即是令市 令人覺得很悶 升又升不到 跌又跌不下 如果是這樣 國子裏面最權重 都是一些中資金融股 會不會影響國子的走勢 其實如果以今年比例去看 可能你說行指也好 國子也好 比例不算很出色 甚至你可以說 如果跟外面市場比 我們市場有些實例 就不太好 但是剛剛提到 因為你本身 你擱置有沒有一些 很利好的消息 特別是那些中資金融股 你說現在有沒有 除了幹準之外 坦白說 真的不多 你看回內地方面 有些資管新規 還有就是說 你說現在 我們那些 很多企業 本身是 叫做破產潮 為了潮 穿這些情況 所以對銀行 其實影響都是 我想大家都會比較 關注銀行盈利的情況 還有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說 強監管 特別是金融機構 這一堆 所以也預示 這一堆銀行股 今年的表現 應該都沒有運行 跟上年差不多 所以你預算 可能都是 一段時間先 所以國子相比之下 其實都可能是 拉腳局面最多 但有得意的 你看一個圖 其實有易足 跟一行只差不多 就是說 你每次下去 可能你說 一萬一千多 這位置的時間 還可以又買上去 但是相反 一萬二千這位置 又差不多 所以你捉這個路數 其實坦白說 買個股 都沒有那麼容易捉 你如果有圖的話 即今年的球 你看恆子 恆子真的很重 這一下 所以我現在等 剛才說 那件事 好像你下面 這些都是 三萬點這位置 是穿過的 但是 突然會上去 但是相反 在相反的上面 新買一千五幾次 都是差不多 所以你敢捉這個 波動市 這樣動一下的話 給我一些點數的 一些特殊工具 我覺得還可以 Stanley 說 這個市場很容易捉 大家要捉的市場 除了一些牛洪證 渦倫之外 Joanne 有沒有一些產品 可以介紹給我們 當然有 其實聽完Stanley的分析之後 大家都知道 恆子各子 好像很容易捉 沒錯 Range trading 其實Range trading 這件事 是在韓國 即是我們沒有公司 那邊 做得非常成功 也是因為有Range trading 這件事的需要 我們在全亞洲 出了第一批 共返的產品 當時是出Cosby 韓國指數 回到香港 大家當然不去買Cosby 當然是去買恆子各子 如果你看恆子各子 其實就有方向性的選擇給大家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喜歡恆子 就買7205 每天槓桿兩倍 如果你喜歡各子 就買7228 每天槓桿兩倍 這兩批是提升的 剛才阿Sandy的提示給了 Range 恆子 底部是多少 面部是多少 各子也是 底部多少 面部多少 我不重複了 如果大家要知道的 重溫我們節目就可以了 是沒錯 如果你說跌的方面又是怎樣呢 跌的方面來說 亦都有選擇的 7328 7382 追蹤各子和恆子 每天反向一倍 其實這有些不同 槓桿有倍數 兩倍 每天去計 反向沒有倍數 單邊來計 如果是跌市 各子恆子跌5% 這兩天產品 大概就升了 幫人5% 一對一 這樣去理解 操作很簡單 就是要財有證券戶口 交易時段自由買賣 亦都不守引花稅 嗯 又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 未必正在看我們的節目 又可不可以說一下 這些共犯的產品 和一般的ETF 的分別是怎樣 其實一般的ETF 傳統地說 可能追恆子追各子 大家買開的 是升的 譬如買200.00 或者買200.200 這兩隻追恆子 各子大路的ETF 在這兩個指數升 你就買這兩隻ETF 是一個區間回報 是 何謂區間回報呢 譬如說 我年初買了200.00為例 我上個星期五放 我的回報理應就是 恆子由年初到上個星期五 這個區間回報的表現 如果你說共犯 就不是這樣計 因為剛才有說 共犯是每天兩倍給大家 即是說 如果當日恆子各子 是升了10% 大家都很厲害 很開心 共犯 即是說 你那天有20%回報 這就是槓桿的理念 當市場跌的時候 傳統的ETF 你不會去買 你買了就先坐下 等它升回才放 一天還沒放 一天還沒輸 這樣的概念 但現在不是了 有反向產品出現 無論市場跌 你有選擇 有選擇的權利 又或者反過來 你拿著一手騰訊 一手割指的 2318 1398 939等等的中資金融股 在手 怎麼辦 跌了 Sandy剛才都說 可能有些弱 中資金融股 這樣的情況 反過來 7300 就幫到你了 對沖你的盤 當然 我不是叫大家買些會輸錢的股票 千萬不要 投資是賺錢 只不過如果你買了 回調 怎麼辦 不用坐在這裏 買反向的產品 就可以對沖 剛才都說到 如果要Capture市場的升跌幅 其實沃倫雄證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又要買一些共犯產品 其實是這樣的 每一個產品 都是由它自己的特點和特性 亦有自己相對的風險 所以大家不可以說 有沃倫雄證共犯 誰好些誰不好 我們就絕對不是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發行商 我們只會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給投資者 我只可以說大家分別在哪裏 如果和牛紅證最大的分別 就是牛紅證會打敗 我們的產品不會被打敗 和卵最大的分別是 卵的gearing ratio 每時每刻每秒都會在哪裏 以及你的發行商就是莊家 它有機會的價格未必那麼貼價 第三就是有時間好選值 我們的產品 第一,莊家不是我們三星 我們不可以令它闊一點 抹價 不行 我們有特定的市場裝甲 現在我們有13個裝甲 給我們的槓桿反向的產品 即是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維持市場的秩序 夠深夠闊 你們來買的時候 買得到 買的時候買得到 由我們上市至今收市為止 我們平均抹價是一格 10元樓下一格是一仙 第二,gearing ratio 是固定的 升那邊每天來說是兩倍 跌那邊是一倍 不會變的 亦都沒有時間好選值 才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的分別在哪裏 我不是說好語不好 加加油求 在自己的風險 能夠tolerance 程度 又或者自己買過什麼產品 真的合用 先去投資 這才是最正確的方式 剛才Joanne也有說到 其實散戶很容易 就可以買到這些共犯產品 只要在耀材有個戶口 跟一般股票買賣沒有分別 但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每個買賣單位是怎樣 一手要多少錢 其實相對來說比較便宜 因為我們其實200股是一手 共犯產品 如果10元樓下那些 都不用兩千元 如果10元樓下是兩千多元 你這樣去想 其實我比較推薦大家 聽多些耀材節目 了解多些共犯產品 到底是什麼 懂得用 先試一手 知道它的回復如何計算 多坐一天又是怎樣 之後再大手一點去買 這個我覺得 會比較適合香港投資者 因為始終共犯產品 香港是一個很新的寶寶 你說在韓國 雖然我們是第一間出 2009年、200年 都有八、九年貨仔 韓國投資者Range Trading 玩到熟能生巧 但是後面你會見到 韓國成功 接著就到日本 日本都做得很成功 就到台灣 香港來講 現在真是一個很寶寶的時候 所以我們都強力建議 投資者先試 覺得自己能處理 懂計劃 適合 先拿去大手投注 明白 可否展示給我們看 共犯產品上市到現在的表現 當然可以 其實由我們這些產品 初年的三個月中 到六月一日來講 恆生指數在這個區間的回報 大約是33.9%左右 7205追蹤恆指兩倍 共剛產品來講 是67%左右 你看到同期 我特意拿出來 700股王騰訊 5號仔匯豐1299的回報 我們跑不贏匯豐 跑不贏騰訊 跑贏匯豐 亦都跑贏1299 可能投資者會問 這三隻你怎樣拿出來比較 騰訊最大恆指的重磅股 第二就是匯豐 1299就是兩個禮拜前很熱炒 很多東西 我們就特意拿出來 讓大家參考一下數據 到國子那裡 國子由去年三月中 到六月一日來講 區間大約升了22% 7月200 追蹤國子兩倍共剛的產品 是升了37%左右 通期2318 平保和1398 是升了88和34 跑不贏2318 跑贏1398 少少了 好 指數的產品 我們講了很多 又轉個角度 又講一下原油的ETF 看看有否玩得過 Stanley 原油ETF 當然要問一下油價的走勢 油價之前是急升的 但是近期是回落 現在算不算是一個入市的時機 油價升跌又受很多東西控制 你可以說比較直接一些 可能受到一些 我們說 產油國出口的情況 因為 你想回頭 曾幾何時 可能說幾兩三年前的時間 當時油價開始下跌 跌得很厲害 然後很多的 OPEC那邊 石油輸國組織那邊 就開始有一個叫做凍產 限產這些行動 俄羅斯這些都參與了 令到油價叫做 就是治療石 到現在 我想近一年 近的時間 開始 其實油價比較 是挺不錯的聲勢 最主要大家 就炒這個叫做 一些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 第二就是說 整個經濟狀況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改善 但是油價其實很有趣 油價本身 你問我有沒有一些 叫做實質性的支持 還是價不下跌的因素 其實不多 真的不多 第一轉就是 有很多的變遂存在著 包括說 可能你說 美國那邊的熱銀油 出口的情況 因為 現在你看到 美國的熱銀油的出口 是越來越多 這個是很失禮 這也可以說 直接影響著油價 未來的走勢之一 關鍵之一 還有 可能你說 俄羅斯那邊 會不會跟 肯答應跟 跟Oper那邊的一些 做法 還有就是說 中印兩個國家 其實真的 可以說 我想過去這四五年的時間 在這個叫做油那邊 一個水豪 一個比較主力的國家 所以如果你說 之後的時間 假設 中印兩個國家 都還是入口很厲害的話 其實問題又 真的不是很大 不過就會留意 因為 這些傳統的能源 往下的時間 一定是受到一些 新能源的威脅 所以 所以長得來說 其實油價的看法 是比較幾個背流 不過你說 短期 我是看得比較 是幾樂觀的 我覺得 之前那次油價衝上去 我覺得是未見領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 可能會再升一轉 升到大家不相信 升到出現這個狀況 事源我自己有些 就是 我推開 是幾年前的時間 就是幾年前 幾年前 當這個 魅惠的關係 比較緊張的時間 當時油價其實跌得很厲害 你可以說油價跌 對於俄羅斯的經濟影響 其實很厲害 這一下 你可以說有些 可能政治一些的因素 但到今年的時間 美國和俄羅斯關係 又好像有些緊張 但今次的油價是不跌反升的 而且 升到你不順 之後也都見到 沙特那邊 又說 好像 油價由之前看 在80元 現在停一停一停 是100元的 就是出現這些舉動 所以我覺得有些陰謀論 就是油價 可能在早上的時間 不會怎麼跌 甚至乎 可能一段調整之後 又再升上去 那油價升 有些什麼國家是受惠 其實大家可能印象中 第一就是沙特 第二是俄羅斯 第三 美國也是 剛剛提到的業員有 其實你本身有個成本 雖然現在 你可以說最差的技術 那個成本壓到很低 但油價升的話 那三個國家都叫做受惠 那他們何來不為 那油價要升的話 有些什麼因素要定去升呢 其實沒有 你只要 可能你說 可能有些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 甚至乎 你說這一段時間 就是伊朗 千萬有什麼 叫做禁 可能有載到制裁它 那樣禁運 那其實你說這件事 本身有沒有影響呢 講真一句 你伊朗那邊 那些人少了的話 還沒殺到 還沒拿出來 還沒OK 但這個可能是之後的時間 有一個叫做 炒了一個借口來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沙達亞美 我覺得怎樣都要嘗試 這些因素劫集起來 變相之下 油價即使回也好 我覺得回得不多 所以就可能 變相這些因素 會支撐油價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回得不多 升就升到你不相信 做人給我們一個號碼 好了 號碼就是3175 最油價的ETF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隻ETF 挺特別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隻ETF 是最WTI 期負合約 其實一般我也知道 一般投資者如果有 玩開有 除了買三桶有之外 都可能會有些期貨的帳戶 都可以買WTI 期負合約 但是可能如果大家想簡單直接些 接觸到原油價格波動的市場 可能3175一隻ETF 就會適合大家 因為成本低 並且不用煩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期貨戶口 你又要有margin 亦有機會被人叫margin 這些東西 其實可能相對地 你投資的時候 就不太開心 因為如果有些簡單直接的工具 那又為何不用呢 3175就是一隻最油價的東西 如果你在香港 街日時段 9點半至4點鐘 一樣 亦會財有戶口 又可以買 亦不會收引花稅 但反過來 可能投資者會說 我未必買期貨合約 但我買三桶油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是根深蒂固 油價買什麼好 三桶油 中塊油 其實它有上油下油 其業務 所以有時候油價升 他們又未必升 得那麼足 有時候會調轉槍頭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看correlation 你會看到 CLO1是彭博上面有價代號 是 你會看到 857 883 386 三桶油來說 是0.5幾到0.7幾 但相對地 我們這隻3175的ETF 其實高達0.9幾 差不多已經是1.9幾 而反過來 可能大家就會問 為什麼三桶油跟得那麼足 當然油價會影響它的股價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它們個別公司的營運成本 管理層 其他東西都會影響油價 他們自己的股價的表現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 最單純短中期 像Sandy所說 油價會上的話 可能買一隻 ETF會比較適合大家 但回到頭 如果大家對個別的三桶公司 有一個很high hope 當然可以繼續持有 但又要問問Stanning的策略 3175我見到 都是跟回油價 都是回回一點 是的 那買賣的策略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呢 沒有 我覺得這一轉 你當調整差不多 我覺得可以買 就可以買了 大於分斷 還是一次轟下去 趁它回回 分兩三處 我想油價到這些位 其實再落空間 我不敢說 完全沒有 因為始終油價 其實在短線的時間 會受到很多 譬如說 一些公務出來 原油庫存的量 那個變化的影響 是 但是現在開始夏天 夏天的時間 各別那些 那些 可能那些 美國那邊 其實按道理 許然會多些人出去 或是旅遊消費那類 變相之下 令到那些 汽油那邊的用的量 要去大了 所以按道理 其實我覺得這一陣子的時間 那個油價 其實有一些條件 如果你是以一些 實質性的需求來計 都是有得升的 所以按道理 又不是太過差的 還有 真的分兩三次去買 可能現在這位 沒有你買一注 可能再跌大於8% 5%就買到第注 嗯 好 大家又繼續看著 看看 那些油價 到時候再問Stanley 如果你說升到不順 我又不敢說 叫人多少錢 說放 如果你升到 你才有80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但是你80元 你又不敢走 那到時你會 你又想 你又想賺多一點 這隻 騰訊487都不走 我們 我們繼續看好 那我繼續看好 那我繼續看好 好 又問Joanna 又說說給我們看看 3175的表現是怎樣 好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油價真的鎖上鎖下的 一向都很重要 所以就拿了2018年 頭頭四個月的回報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Cl1就是彭博上面的油價代號 大家會見到 Cl1 如果你說在今年頭頭四個月來說 油價的回報 是大約13.5%左右 那3175是貼過油價 反而多了一點 做到13.7%的回報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隻 真的非常接近油價的表現 如果真的要買這隻3175 是不是好像跟我們買共犯 或者買一般股票 是的 其實共犯股票一樣 有一個號碼 打入3175 交易時段 9點每至4點自由買 亦都是不收Stamp 200個為一個單位 入場費大約3000元 樓下左右一手 亦都有特定的莊家 不會說買油這些 好像冷冷你滿的東西 有沒有人出牌 買不到賣不到 沒有這些事情 但我都很誠實告訴大家 平均抹價是兩格左右 聽完Stanley 和 Joanne 的分析之後 大家在佈著自己的倉庫 又多了一些選擇和方向 Joanne 又和我們回顧一下 三星期下有四隻共犯產品 除了共犯產品 還有什麼產品大家可以買 其實很簡單 暫時在香港上線的產品 大家只要記住三個範疇 想起我們便足夠了 恆指、各指、油價 恆指、各指有共犯 正義反一 油價3175 最短中期 Sandy所說的表現 就是3175 如果觀眾對三星期下的產品 有什麼查詢 又可以去哪裡找資料 其實就是去3W 檔 Samsung, ETF.com.hk 就會看到我們所有的基金詳情 資料、單張、有沒有派息等等 亦有一個留言板 如果大家真的有任何問題 發電郵等得久 在留言板留言 我們這些CSS就會很快回覆大家 好啊 今天也謝謝兩位這麼詳細的講解 Stanley 亦給了很多方向大家 其實如果現在玩市場 都應該很容易 是嗎 很容易啊 其實沒有意過 只不過 你現在的指數是比較容易速 是 還有我覺得 其實下半年 你要預計一個市場 是難搞的 說真的 股市 就算你容易玩也好 都要人數錢 所以都要看上我們的財經台 沒有,我中場線的 我很乖 我也是 還有看基本因素 沒錯 好,再跟兩位申報先 Joyin 有沒有持有上述品 全部都沒有 Stanley 呢 有騰訊 有沒有評報 騰訊加評報日 好 也謝謝兩位 這麼詳細的分析 這一節的網上投資講座 也來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Thank you